上午现场最新的消息来关心的是 2012年广州亚运会的围棋赛倒数计时 那么现在呢 台湾这个围棋这些选手呢 他们今天大家一起集合在一起 是由红面棋王周俊勋来担任围棋队的队长 这里面是一个明星组合哦 也包括有黑佳佳还有张许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些明星组合全部到齐 请记者王宇清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 好的主播相当难的一件的画面 可以看到齐胜跟齐王的对决 张许跟周俊勋正在为广州亚运回来进行赛前模拟 2001年登顶齐胜的张许 这次将跟旅日女棋手谢一鸣代表台湾搭档混双赛 来出赛年底的广州亚运 那么张许跟谢一鸣呢 目前在积极培养默契 希望可以代表台湾比出好成绩 日本平常比赛有空闲的时候 尽量就聚在一起研究期 然后多练习下双人阵 那这个比赛时间限制是非常短的 我想在这方面要多做练习 我的棋力跟张许九段还是有点差距 那我要了解他的棋还是 现在应该还要多做一些努力这样子 而另外一局代表台湾出赛的 则是红面棋王周俊勋 还有他跟女棋手黑佳佳一起来搭档 当时两个人已经在2008年的 智力奥运得过银排 相信更是合作无间 那么这次也是亚运会第一次 把围棋纳入比赛当中 相信四个人代表台湾出赛 凭着默契跟超强起义 肯定会为台湾打出票的一仗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 我们看到这些围棋明星在今天聚在一起 进行一个大会师 准备迎接的是广州的亚运倒数开始 我们随时给您更多的消息